别挠了别挠了 我还没有做梦啊 你进来没有用 完了完了 我被袭击了 这次啊 我得快点找到房间 马上上床睡觉 趁着猎梦者还没有过来 我得多多的做一些梦 然后挣金币 升级我的床铺 还有我的大门 这样啊 猎梦者就再也打不开我的门了 猎梦者还有12秒才过来呢 赶快挣金币啊 天哪 这刚开始的金币 真的也太少了 完了完了 猎梦者马上就要出来了 不过一时半会儿 他是过不来的 我要马上修理好我的大门 升级我的床铺 哎呀 不好不好 猎梦者过来了 不过他没有朝着我这边来 太好了 他在我的隔壁挠门呢 不过这也离我也不远了 他万一把我隔壁的门挠开了 不就奋着我来了吗 赶快赶快 挣多多的金币 把大门啊 修得好好的 让猎梦者永远都挠不开 把床呀也升级的好好的 挣多多的金币 猎梦者走开了 这不离我越来越远了吗 我就现在呀 我就放心的挣金币吧 然后升级我的床 还有整好我的大门 这个猎梦者怎么又回来了 不要过来啊 不要过来啊 哎呀呀不好 他又过来挠我的门了 不过这次我的门 不会这么轻易让你挠开的 因为刚才我已经做了很高的升级 哈哈 猎梦者没挠开 走开了吧 那我也不能高兴太早 他早晚啊 还会回来的 趁着这个机会 我要继续升级我的大门 你看 他又回来了吧 别过来别过来 哎呀我的天 他又朝我旁边那个邻居过去了 这邻居呀 一顾倒霉的了 都被挠两次门了 我觉得呀 光升级床物还有大门没有用 我得多建点炮台呀 他要在那挠门的时候 就用我的炮台哭哭地揍他 嗯 哎呀哎呀 他怎么又过来呢 给我打他打他 把他呀 给我打草 快走开 快走开 要不然一会儿我就把你给消灭了 哈哈 猎梦者走开了 看来装备还是很重要的